主要讲的就是说 抽象乐字人啊 抽象人 网络上的乐字人 跟小鬼 包括最近把一个老师给气死的那这些人呢 他们实际上 他们啊 嗯 无视他们自己 或者说不拥有他们自己 他们是某种被压抑者的返回 被压抑者的返回 被压抑的人不是他们本人 他们本人 我说他们本人只是他们父母的网络器官 这些人就是他们 他们父母的网络器官啊 抽象人乐字人和耿小鬼啊 这些人呢 他们是他们父母的网络器官 他们的父母是被压抑者 他们的父母往往没有社会地位 或者说往往是那种 很混乱绝望的啊 一些小生产者 或者说一些平民 或者说一些平民 平民 然后他们父母呢 那个互联网的 就他们父母没有 没有那种 能力 从内容上去 参与互联网互动 我看他们父母是70后啊 70后 或者说是80后当中一批 无网络能力的人 没有那个文化交流能力的 交流能力的 受交易水平很低的这批 他们的子女会成为这种人 他们的子女啊 然后他们的子女成为这种人的原因 就小县城里面都小声音的 或者说是在一些反复的 那就是那些 其实可以看成是一些底层啊 就是只会刷抖音的 他父母只会什么刷抖音 只会什么什么 甚至也不太会玩百度贴吧的那种 只会吃县城的 网络的流速文化的 他们的父母只会消费 现成网络流速文化 其父母啊 只会消费现成的网络流速文化 然后把互联网当成 只是当成一个日常通讯工具 或者当成一个现实通讯工具啊 现实通讯工具 还有就是说消费想了个工具 只是消费想了个工具 消费型的 消费的工具 刷刷抖音 这种 刷刷快手 这他们的父母啊 其父母辈 那么所以他们的子女呢 他们子女 他们子女啊 把互联网看成是 一个可以为非坐在的学校 一个可以为非坐在的课堂 可以肆意为非坐在呀 这一个学堂 嗯 因为他们的父母当年在受教育的时候 没有那个 他们的父母当年在受教育的时候 没有那个参与学堂当中的文化 受教育时 无能力参与 学校的 就学生间的 文化构造啊 文化创创创创创 就这是成绩比较差的那种 You know 去学校只只会瞎玩的那群人 那他们子女呢 他们子女啊 这父母在现实当中吃苦头 要求他们子女在学校里面 听命于老师 听命于人 压抑他们 压迫他们 压迫他们 实际上这种压迫是被传导下来的 是社会压迫他们的父母 他父母在压迫这些学生 在压迫这些小孩的子女 然后让他们在学校受压迫 在学校受压迫 他们在学校受到这种压迫了之后呢 这些子女啊 掌握到了一定的这个 玩耿能力 我们就简单就玩耿能力 一发玩耿能力 还有一个就是说 辱骂能力 花式辱骂能力 花式辱骂能力 这个花式辱骂能力就是说 他们这些子女在接受 学校教育的时候知道 哪些东西是成人世界 成人世界的 当然是也压 压向这个孩童的一些竞技啊 一些文化竞技 比如性啊 性辱骂 政治辱骂 还有各种就是说身份 身份社会地位方面的辱骂 包括污秽物 就是性 污物 性关系 性活动等性方面的一系列的 还有是社会政治地位的辱骂 辱骂 还有种族主义辱骂 种族方面的 社会地位方面的 社会地位方面的 还有政治属性方面的 这些辱骂呢 在他父母所在的成人世界 或者他的这个不一定是他父母所在的 在他所面对的那个 教育 规训他的 成人世界的那个 规训者的一个代表 在这个规训者群体 就是学校 教师 或者他父母向他展现的那种规训姿态 他发现这些东西是 是他的禁忌 或者说他 唐二皇制把这种摆出来 就被这些孩子当成是摆出来玩弄 或者说变着花的再去炮制 组合 炮制 所谓的创造一些新的东西 创新加引号的 他就认为这个东西是在反抗成人世界 对他的规训 他觉得是好玩 有乐子 乐子人 耿小鬼 抽象人啊 他都是这种人 这些 这些这些家伙呢 这些抽象人耿小鬼呢 他会把互联网 当成这个 这些违禁姿态啊 这种东西就是 恶臭恶臭恶臭姿态 他就是一个恶臭学啊 在互联网上就看成是个 恶臭学堂 其他的各种 各个派系的这种耿小鬼 或者抽象人呢 就会看成是他的学伴 或者叫他同行 或者是他同学 这种东西 他学到这种东西 学到 这个对于这些小孩啊 他甚至都不是个亚文化 这 这互联网这里面 这些作为恶臭学堂的这个互联网 他甚至都不是这些 小孩的亚文化 是这些小孩的某种 他是 而且我说的 这个小孩啊 他在互联网当中进行这些活动 是一种自学 自己主动去学这个梗 自己主动去玩这个梗 自己主动去创造新的文化 炮制 复刻 挪用 排组合 新的文化出来 这种能力是他们父母不具备的 他们的父母不具备这种能力 所以这些小孩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啊 无论你怎么抨击他 他心里面实际上是 把这个东西当成是 抵抗其父母权威的 他也觉得他在玩这些东西就是潮流 反正不代表是潮流 他觉得这些东西本身不重要 他在这里面 他觉得他自己有一种能力 是他的父母所不具有能力 就是玩梗 说 说 炮制一套他自己的共同体语言 共同体文化 然后用这些文化去挑衅 成人世界的规则 去做一个最 最没用的 最抽离的一种造反啊 大家看看 他觉得这些 他就是这种 权力的一个掌握 力量掌握 他藉此来默示他的父母 他的父母不具备这种能力 他的父母都是肺部 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说 在这个预想想 这些小孩恰恰是他父母的工具 这小孩在这个预想 只是其父母的工具 这是父母无意识的造就的这一点 或者说怎么样 这是一个家庭内分工 实际上是 实际上是 是一种分工 你知道吗 实际上分工 在这个预想 这些小孩是父母的附庸 是这些父母的附庸 因为父母呢 他不需要去管 这个新兴的这个互联网里面 各式各样的梗 黑化 那些流行的 臭的那些文化或者这些东西的 他的子女帮他学会的这些东西 他的子女帮他掌握了这些潮流 这些时髦实青的东西 他的父母啊 因此就我家里面有个小孩 他一直在搞摆弄这些屌东西 他就替这个小家庭更新脏话酷啊 说难听你啊 替这个 替这些 这些父母不一定是无产机 有的可能是 有的是无产机 还有是 小生产者 还有是品行捐猎 还有就是很市快的 世俗的那种小生产者 替这些家庭呢 啊 他允许 请允许我说一句 叫底层家庭 替这些家庭啊 就是或者说这个文化素养 文化 文化资本匮乏的 我们就用文化资本 替这些文化资本匮乏的这些家庭 啊 不一定穷啊 不一定经济上穷 啊 他就文化资本匮乏 替这些家庭呢 生产什么 更新什么 一个 当话酷嘛 我说说难听 当话酷 权力欲 啊 我说同龄人博弈欲啊 同龄人的博弈欲 同龄人的博弈欲 这小孩 他在小孩在同龄人这些 互联网上玩这些梗 互相飙恶臭 飙臭 臭将梗 看出来更屌 他是个同龄人博 博弈欲 但这个博弈欲呢 他的父母已经 已经是丧失了 因为失败者loser 他父母基本上是loser 失败者 啊 他父母丧失这个博弈欲了 那那 子孙后代 还得有 他的小孩 在互联网上 这样和同龄人博弈 甚至和一些主流文化博弈 或者就侮辱他们 就是弄脏他们 弄臭他们 像炸弹人一样 或者自爆一样 去别让你这恶臭的方式 他 实现 他就是 他就是 他这样做的时候 他就是他比他父母要屌 要厉害 但是他父母是放任他这样做的 因为他父母相对于就是说 我 我嘴巴里的牙已经被打碎了 但是我这个小孩 他又长出他的新的牙出来了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屁用都没有的 一点又没有的 因为这小孩呢 他就是说 他掌握的这种东西是窝里斗 窝里恨的 他这是个窝里斗的一个东西 这些本事完全只是窝里斗的一个本事 没用的 窝里恨 你真的对于那些 有权有势的大人物 你这些屌东西有屁用 没有一点用都没有的 一点用都没有的 之前那个什么怪灵啊 你们这个抽象梗窝里斗 你影响他赚一分钱一毛钱的吗 屁用没有的 一点用没有的 一点政治经济现实的影响力都没有 是零 你只能让同样是 底层河南那个教师 他也是底层人民教师 也是个无产阶级 就把人害死了 就是这个就是这种东西就是窝里恨 就是底层互害 而且是他们的父母放任的纵容的底层互害 因为他们实际上是他们父母的附庸 他没有独立的行事民事权利的 没有独立的行事民事的这个人格权的 没有的 没长大的 所以这些这些货事都可以算到他们父母头上 如果抓到的话他父母也要去罚款或者坐牢 他们父母呢 一方面他对于同龄人没有这个博弈欲 另一方面他对于那些 他对于那些社会建制他也没有反思批判力了 对于那些社会社会建制没有反思和批判能力 但是他们的子女也不反思 也不是在进行反思 他们的子女在做的事情 我说的他不是反思 他并没有思考他 思考是要现实的有依据的按照理性的去得到判断 让这些判断再回到现实当中去 做假设或者说我直接去做调整 这样调整的改变他 要反思反思是要具有一个 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再到实践那样的循环 才叫真正的反思哦 他们他们就不要反思 他们这个小孩就我说了 他的就是他在学校里面受到的这些 规训 里面包含了一些文化境界啊 一些性境界啊 一些不能辱骂 他把这些东西当成就是说 哎你害怕这些东西出现 你害怕这脏字耳什么生殖器官或者什么 恶心恶臭的或者低级趣味的 令人不堪的那种 嘲捧讽刺的这种 你害怕这种出现 那说明这个东西有力量 他以为就这个东西有力量 这都没力量的 你真的那些全 有权有势的大人物 你真的那些或者腐败堕落的那些腐败分子 他玩这种恶臭的东西比你厉害多了 你算什么 对不对 你这玩的就算什么东西啊 屁用都没有的 啊 这个 这些小孩呢就以为 就这种这种禁忌 我去逆反他 我把这禁忌的植物摆出来 把它文化化 把它造梗 造成搞笑的各种 比如说把鸡巴叫牛子 把什么把什么这个欧肉 叫叫做梭牛子 这就把这个东西 然后这好像是成年人不太能听得懂 他是形成一套暗语 他要违禁 他要突破成年人给他束缚的禁忌 他还刻意的把它变成一个暗语 然后是一个动物化 牲畜化牛子 牛牲畜是这种动物 代表某种活力 要把人的器官降格为某种动物 对不对 把oral sex 就口交嘛 把它 也是用性交方式 他把它用缩 就是这种吃东西的方式 他是把一个 性禁忌摆到台面上来 台面上来又要把它牵引到 另外一个日常的东西上面去 一般缩 缩什么 缩棒棒糖 或者缩 缩一个饮料 对不对 他把它 牵引到 一个日常的东西上面去 把一个性器官 牵引到一个动物身上去 一个常见的动物身上去 通过这种方式 好像把某种性话语 架接到 架接到 或者转 转制到一个 日常话语当中去 隐匿在日常话语当中 成为日常话语 两个不相干的 缩和牛 这两个不相干 但是又把它连结起来 行为 这种新的连结 他把这个东西视为文化创新 又视为 这里面有一种 违抗 或者有种叛逆 我不仅叛逆他 我还把它日常化 我还把它变成通行的 变成我们的行 行话 黑话 通行的 摆到台面上来说的 就好像我这些小年轻小孩 掌握了某种话语权 有某种权力了 有某种力量了 放屁 这东西屁用都没有的 你这种改变谁啊 笑死了 那周公子一个晚上睡七八个女伴照样睡 是因为 就因为你这些屌丝失败者 小孩在网上 那个抽箱轮台里面 一天到晚说什么缩牛子 这个东西 然后他他一天睡七八个 他就不爽了吗 你你玩这些东西一点用都没有 你们还幻想 他有那种文化上的影响力 还幻想他超越你的父母 或者超越那些压迫你的父母的人 都是幻想一点都没有 这对于 这对于那个不公平不公正的 社会文化结构 社会话语结构 当然是这个不公平不公正的一个 根本的一个社会状况的一个 一个折射了 你对于这些东西根本一点 一点突破力都没有 是非常 是在我看来是非常一个 没有一点力量的东西 但这些小孩呢 他就这个东西呢 他就可以去欺负那些 和他们 最想让他们看清楚这一点的人 比如那个老师 他就知道 这小孩玩这些东西 是没有任何前途的 人民教师 在一线和这些猎童 和这些 南村群童啊 这些毫无文化 就是一点点反思力都没有的 这些小孩 他看着他们 以这种方式 挥舞着这些东西 就以为是反抗了 这些是感到很失望的 你知道吗 是感到很可悲的 感到很可悲 但是我告诉你说 这些卑劣和可悲 归根界不能怪这些小孩 他们连做 为自己的卑劣和可悲负责 都不行 归根界也要怪他们的父母 是他们父母的问题 或者说 归根界是他们父母背后的 那个压迫者 那些奴化余化 这些他们父母奴化余化 或者放任他们的父母处在一种奴隶性的 硬仆 奴仆性的 或者说愚昧的状态的那些 社会文化现状 政治经济现状 以及这些这些这些现状的主导者 和和始作俑者 这些创创制者 是他们的问题 那归根界是他们 但是你在 你作为一个成年人 成人父母 你应当 现实当中头脑有问题的 你作为成年人 作为父母啊 真的是面对这个 社会经济文化的种种冲击风波的时候 那这个 这个错啊 是要直接归到他们父母身上去的 因为这些子女是他们的工具 这些子女是他们的工具 作为家庭的工具 这些小孩在这个网络上玩这种东西 又长出这些 不是有点像獠牙 实际上还是只是 与之说是獠牙 不如说是用刀子把脸上的肉切掉一片 然后骨头露出来 骗别人说这是牙 这小孩实际上是把自己脸上的肉切掉一块 然后露出一小片骨头 就说这是牙 那这弄得自己感染呢 脸皮上都腐烂了 那些小孩面目可正 毫无修养 就是他们要把脸上的肉切掉 那个肉切掉的 露出来的那个肮当的一些东西 就是说这是骨头 烂掉的一些部分 就是他们自以为 就是吓人的图屯 实际上烂的 烂到骨头 把骨头烂出来的是他们自己 那么这些小孩呢 他将来到了成人世界当中 他不会有修养 粗鲁 野蛮 肮脏 这些东西 依然会就是说 直接的就体现在他们的言行与止 和他们的这个自我表达能力上面 以及他的文化修养上面 所以这些孩子呢 是成为这个样子 他的精神面貌就是他的脸嘛 自己用刀割掉了 然后在互联网上比丑 比谁的这个嘴更恶臭 头脑更 更更肮脏 这是他父母会在放任的 因为他父母误以为 他们父母也不懂 到底什么叫反抗 他们父母看到他的小孩在上面 玩这玩那的 搞这些抽象梗 他父母总归是 啊 知灵骗语的人 能看到一点点吧 那他父母实际上就是放任 实际上或者说 他就是认为这些小孩在搞这些东西 就有点像那种 老实巴交的父母 放任小孩出去搞黑社会一样的 有的父母 嘴巴都不作 心里面暗粗粗的还 有点就觉得这个小孩呢 能出息了 或者说能掌握暴力的 明白 那也不分父母 有没有 这种父母呢 放任小孩在互联网上搞这种东西呢 这些父母呢 他同样的 他就觉得 我反正玩不懂互联网 我反正玩不懂这些 新的文化 这个网上文化潮流的创造者 玩这些游戏 那我的小孩在一起 让我搞这些东西 啊 我的小孩在替我 抵御这些东西 替我更新 我这个家庭的 文化 文化的这个抗原库啊 文化抗体库 不叫抗原库了 文化的抗抗体的 替我在 他说或者甚至说 替我把自己给病毒化 我这小孩他自己弄的自己也是一个毒刺猬 啊 轻易 啊 进不了口的啊 就是 这父母把小孩去搞这些 恶臭肮脏东西看成是某种小的獠牙在长出来 看成某种小的羽翼在丰满起来 啊 也就是看成是他自己的 我说难听点 你父母就遇到这种情况 直接把手机收了 小孩也跳轮了 那些死啊 这种孩子 你玩这种肮脏恶臭的游戏 你父母不去管教他 是有很大的 是有极大的这个 罪恶的啊 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罪恶的 嗯 我不是说真的说 那个小孩以此相逼他就跳楼自杀什么的 那也好 好家安生 但这些父母呢 他这个时候 他劳动时间就被完全拨走了 他就是完全是教育缺位的 这些父母往往就是完全是教育缺位的 教育缺位 小孩生育出来 小孩生育出来 不去抚养他们 他没有能力去抚养他们 我说的所有的罪责都只能怪到这个父母头上去 也必须怪到他们头上去 必须怪到他们头上去 只能怪到他们头上去 只能怪到他们头上去 你就怪社会 这个孩子和他爹妈都是无罪的 他爹妈要去一天干13个小时 才能养活到自己 这个孩子呢 就拿个手机一天到晚再刷 在学校里面受到的压迫呢 就在网上发泄 宣泄 在家里面呢 孤独无助 困苦无依 就在网上发泄 我在想 你父母 一天13个小时 你回来之后 你这个父母 你再怎么样 如果你不是要过小自然一生活 没有这个幻想啊 我说的 如果你这个父母不是金资 真的是留时间工人 不想或者说不想成为小生产者 你有这个觉悟 你的小孩不会成为那种人的 金小生产者 或者金资 如果你的父母是这种金资 金小生产者 就是 自私自利的 就要占自己家庭的便宜的 然后 愤世忌俗 就是别人有一点成就 别人过得比他好 都是 都是不正当的 不正义的 埋怨一切 抱怨一切 诅咒一切 辱骂一切 那如果父母是这样的 就是 这些父母啊 如果说 急切地就是想 获得这个原始积累 要去原始积累 老乡坑老乡 啊 要去 让别人给自己做垫背的 要做人上人 让别人垫背 啊 代表自私自利 功利至极 如果父母是这种人的话 那你小孩成为那种人 在我看来很正常 或者说你父母 如果你这个父母啊 默认一些 是肮脏的社会规则 是天津地医的 默认一些肮脏的社会规则啊 或者现象是天津地医的 比如说你的父母 默认男权制 夫权制 父权制 负权制 默认威权主义 默认 资本家和工人的 那种奴役关系 都默认的话 就是你你的父母 也就是说你的父母就是一个 完全没有无产阶级 阶级意识的 完全没有反开的 完全没有自我解放性 完全没有联合起来 一块共同去 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 共产主义理想的那种人 那你小孩成为这种人 我觉得是很正常 我觉得就是应当 你的小孩就会成为这种人 因为你的小孩就在为了你所追求这些东西 在尽力创造一些小的武器 你小孩到网上去学怎么人露别人 学怎么去骚扰别人 学怎么去搞那种臭象梗 恶臭梗 不就是在为你 你的父母如果有在为你这些想要成为小赠人阶级的 我操这些穷屌丝 精资无产者 精资无产者 不就是为你这些精资无产者 用最小的教育资源 他只上过一点点学 这些小孩都只上过一点点学 初中高中甚至小学生 上过一点点学 受到用很小的教育资源 很少的文化 文化消费能力 文化鉴别能力 然后再创造一些小武器 他就用这些小武器想去打这个社会 想去打这个社会 想去打他的那个上流人物 想去奋尸祭祖 什么古埃林 什么丁真 想去揍他们 想去反抗 这个就是 这个求人得人啊 你这父母就是这种人 你想要往上爬坐轮上轮 民族主义 狭隘民族主义 狭隘的国家主义 想要抱一个共同体抽象符号的大腿 就然后就什么都有了 就是追求不劳而获 或者追求 把所有的这个辛苦的都转嫁给别人 把痛苦的 都转嫁给别人 损人利己 或者损人不利己 那就是试快功利的这种父母 他这样的小孩 他我觉得这样的小孩很尽责了 这些小孩就是他们的工具 你知道吗 就是他们就是说 啊那你就负责在互联网上玩那些文化游戏 帮我再刷一点小装备出来 刷一点小的技能出来 这些小孩只是这些父母的那个宝宝 就是那个大话西游里面的小的小的招欢兽而已 帮他学了一些小技能而已 恶臭小技能而已 那我讲的如果你的父母是一个有明确的社会主义理想 有共产主义理想的 那这孩子不会成为这种人的 这个父母以劳动为为价值 你掌握劳动技能 为荣的为自豪的 把知识要和现实的劳动 现实的创造价值 创造现实价值 创造财富 现实价值 创造现实财富 还有改善 团结众人 团结同样的无产者 团结无产者 然后一起去改善这个社会力量 社会的这个分配结构 力量对比 求一个公道 用知识 要求一个公道 如果你的父母是这样的人 那你不可能成为这种抽象梗 恶臭小鬼 乐子人的 因为父母在通过他的这种 无产阶级的觉悟 无产阶级的意识 社会主义的觉悟 共产主义的觉悟 他就家庭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 家庭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说的再难听一点 就是这里面的自食其力 这里面的自尊 这里面的就是说不通过侮辱别人来抬高自己 而是通过自己创造现实的财富 创造现实的价值 不仅创造财富创造价值 还要创造 创造组织性啊 创造组织度啊 创造连结和团结 创造共同信仰 要让共同的理念得以施行的一个共同体 去这样做 那你的子女我觉得 不会堕落成那样一种 抽象梗啊 恶臭六字人的 不会堕落成证人的 不会这么看一个孙孝川发猪叫 在那边嘻嘻哈哈叫的 不会的 啊 你父母是那种真的是 啊 正直的 捷径的无产阶级的话 你的子女怎么可能会是那种人呢 上梁不正下梁弯的 上梁不正下梁歪 明白吗 啊 你父母就无论是这个 就是真的是本分劳动 要追求人生价值的 实现不仅仅是赚到钱 赚到钱是很次要的 而且赚到钱 什么叫赚到钱 你应该叫拿回自己的劳动份额 改善大家的一起的分配比率和 集体的溢价权 溢价的话语权 溢价的组织度 你的父母是这样的一个父母 那你的子女怎么会是那种子女的 明白吗 我们说的很很清楚 如果你的父母是个标准的投降主义 你的父母越是个投降主义 越向资本主义逻辑投降 越向目前的一些不合理的 不正义的分配格局投降 向资本主义投降 资本的逻辑投降啊 向资本逻辑投降 向不合理不正义的分配格局投降 那你有什么资格 你这样的父母凭什么盼望你的小孩 不去玩抽象梗呢 你爹妈都投降了 那你下一代要翻身 他得有一些小武器吧 你告诉我是什么武器 和你一样 长大的再去放羊吧 放羊外的干啥 你爹妈两个在放羊啊 再给地主老财做长工再放羊 放羊我 那你子女 养大的也去放羊 你你们俩现在的时候 一个月可以吃一次羊肉的 他轮到他可以就两个月吃一次羊肉了 再下一代的话 半年吃一次羊肉了 你有何作为 有何想法 还不是要抓紧 哎天到晚刷抖音呢 你自己一天到晚刷抖音 刷快手的大麻将呢 对不对 你应该赶紧去 在你的家庭内部 达成共识 要学习技能 要关注现实 关注现实什么部分 下面这部分嘛 要抵御这些东西 对你现实利益的侵害 怎么抵御 找你的同龄人啊 找你的同伴伙伴啊 或找一些理想啊 信念啊 一些制度上的一些保障啊措施啊 你的父母完全什么都不做的 所以我说了 只要父母 当然你可以没有互联网能力 这个父母 但凡他具有一个 对于劳动价值的 劳动者本位的 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啊 价值的一个追求 只要在这个上面 你父母是设防的 那么他的子女 自然不会堕入那种 肮脏的 自然不会 因为他父母 直接可以就可以 向他的子女拆穿 说 你在互联网上 消费的这些抽象 梗文化 这些东西 你用这些东西去反抗 是没有用的 你父亲 可语重心长的 给儿子算一笔账 说 你老爹我 不赌 不嫖 抽烟喝酒 最就花最便宜的 但是我还攒不了钱 为什么 什么原因 语重心长跟你儿子讲啊 对不对 再讲啊 就继续可以讲下去啊 因为我怎么怎么的 我的财富被随随随分走了 一方面 另一方面 我想跟我的同龄人联合起来 又不行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同龄人都想 做狗 做或者说 做高级奴才 又可以攒到房 然后又靠资本原始积累 或者说买到股票 这些人都有很强的投机性 他就不愿意联合 背叛我们 要做二五仔 就为了 搂到两套房去租西学 搂到好的股票 内部消息 或者打探到哪边 什么的 或者拼命把钱全都卷在他小孩 去贿赂老师 让他多关注他小孩 让他翻身做人上人 我的同伴全是投机性太强了 那要教育你的子女啊 说你将来可不能成为这种人 你可不能一天到晚换下 要成为这种人上人 这些道路 对于偶尔的一个两个可能成功 概率太低了 归根基底还是要靠你们自己联合 要联合 不是靠在网上玩这种抽象梗 这种抽象梗的联合 他没有任何的利益基础 没有任何的理念的 共同追求 他得到的共同体是个无用的共同体 他他这个共同体来对于现实进行的这个 进行的这个解放性的改造 是没有任何痕迹的 一点都没用的 你母亲就可以同样可以介绍你在各个方向上的受到的困难 直接实事求知的跟你的子女讲好了 对不对 你做儿子女儿的你想知道 你现在请你去实事求是去问 我觉得你们你们两个代的人呢 现在目前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些子女 以为自己这样就超越他父母 反抗了他父母的那个宿命 放屁 你越玩抽象梗 越玩这种乐子人梗 你将来流水线上照样做耗材 一样的 人家是到流水线上去不是做耗材的 做凝结合的 你到流水线上你就做耗材 因为你应当去学习掌握那些正儿八经的技能 理论 一些实践斗争方法的时候 你在干什么 玩梗 你们就是说 只是在为了满足你父母所缺失的那一部分的 在互联网上是nobody的那种虚荣心 你父母在互联网上是nobody 什么都不是 无名之辈 他因为他没有互联网文化影响力 你们这些子女就以为 获得互联网上的一点点些微的文化影响力 就超出你的父母了 批用 这点小文化影响力就是 互联网景观当中的 用来证明底层平民是肮脏的 你们这些子女 我说了你们这些乐子人 你们这些乐子人 耿小鬼 自以为就是这是各几方面的 乐子人耿小鬼还抽象人啊 你们这些人啊 你们自己以为自己在反抗 或者说在集群 结社 甚至说在创造一个反抗的文化 你们的父母 我以为你们是在丰富羽翼 在积蓄反抗的力量 但是 你实际上达到的功能是什么 实际上达到的 对于那些人上人来讲 你们生产这些东西 你们生产这些恶臭的 肮脏的 低劣的 令人做偶的这些东西 就是用来证明你们的父母 只配 只配 做人下人 只配做奴才 因为他们连教育好你们的能力都没有 你们越是 越是缺乏一种 用一些比较 你越缺乏文化修养 他这些人就越有 越有 越有弹药去PoA你的父母 明白吧 或者说越有弹药去证明 像你们的父母 像或者说像整个无产阶级 成年人的 无产阶级的成年人 向他们去证明他们是缺乏教养的 他们文化上是肮脏低劣的 他连收束自己子女 这些子女这些哽小鬼乐子人 严重的就会挑唆人家抑郁症患者自杀 要去犯罪 更严重的就是各种去骚扰人 玩各种肮脏的恶臭的人 的各种器官 各种排泄物 都被他混在一块去 各种玩 他们就玩这种东西 在泥堆粪壳里面打滚 以此为乐 在精神的泥堆和粪壳里面打滚 在一个精神的泥堆和粪壳里面打滚 一个什么 一个什么老八吃大便的那个梗 玩到现在 在精神泥堆粪壳里打滚 他们就爱这一套 我告诉你 越是越是这样做 你并不能证明你通过这种方式 在反抗主流文化 主流价值 体系伦理道德尊严这些东西 你越是生产这些东西 生产的东西越多 越被人上人当成工具去证明 无产阶级是肮脏的堕落的 是需要这些人上人来拯救 来驾驭 来奴役的 在这里上讲 你们是 我说我说的 简单一点 在这里上 你们这些人 是人上人 的统治工具 是人上人用来污名化 用来鄙视 用来PUA 无产阶级的统治工具 那包括你们父母 我说 那我说作为父母 你要有个阶级绝无 要有个无产阶级的阶级绝无 要有个社会主义的追求 首先要约束管住你的子女 首先要约束管教住你的子女 好吧 那我就讲到这边啊 那我就讲到这边 那我就讲到这里 我对于这些小孩呢 所作所为 没有什么痛心的 他爹妈也是精姿嘛 他如果爹妈 是个非常坚硬的无产阶级战士的话 我觉得他不会 他小孩是不会成为这种人的 他爹妈精姿呢 这个意思上讲 或者说他真正的爹妈是谁 这小孩心里面真正的爹妈是谁 文化资产阶级 他真正判定的那个爹妈 是文化资产阶级 或者教育资产阶级 他把这些东西 当成爹妈去叛逆这些爹妈 那么我说他就成为 这些人上人的工具 去羞辱 去PUA他真正的父母 那就讲到这里啊 那就讲到这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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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